中国军力的增长 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增长 美国现在变得不是很自信 变得比较焦虑 所以它现在用了一个硬态出来 我觉得中美整体的竞争的方向 肯定无法改变 谁上台可能也改变不了这个总的趋势 只要中国保持开放 包容我们这个心态 对外加强合作 我觉得亚洲小北约是搞不了 中美在南海面上这个矛盾 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它的实质是中国维护主权 海洋权益 以及追求以自己地位相称的国际地位 与美国维持的该地区的 主导地位之间的矛盾 现在我们做小妥协 美国不满意 大妥协我们做不了 在未来 这两三个月 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 还会在南海制造一些什么意外吗 首先南海问题不是特朗普关心的议题 即便是想在海外绅士 它也绕不开美国的军事的指挥念 就是说总统是不可能 直接去指挥西泰一线的兵力 向中国挑衅的 您主导的这个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好像做过推演 就是如果发生意外 该怎么办 通过我们推演的结果 就是实际上是比较悲观 就是双方最好在海上 现在不要出事 出了事大概率肯定会升起 现在美军的一线的兵力 在西泰的一线兵力 是极度的疲劳 过度不熟 他们有可能真的会出现意外 还是一旦发生意外事件 各方的目光 马上聚焦在南海 美国马上必须会出来新的政策 所以我们观察美国的 这个新政府的政策 也要同时要考虑到 意外事件对它的影响 当面对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想想开辟一些新路 我觉得在贸易经贸合作 中国已经做得很好 现在问题就中国恐怕 要把短板给补起来 其实我们跟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 也得做起来 军事安全的合作也得加强 否则这个大家的战略互信 和各个方面都很难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跟周边国家的合作 远远比不上 美国跟周边国家的合作 所以有很多这个合作 其实是能够增进互信 提供提供公共物品 我觉得中国应该加强 这方面的努力 中美关系进入拜登时代 南海问题会在中美关系当中 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南海对拜登及其团队来讲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拜登上台执政之后 预计美国的南海政策 可能会更成体系 也更为平衡 它会怎么更成体系更平衡 第一点它要团结盟友和伙伴 一起来应对中国 另外一点会强调 极以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要求中国要接受 南海中参的结果 从事军事上的动作 依然会往继续加强 这个趋势不会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的面移的压力 未必会减少 但是同时的话 竞争可能相对可控一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 另外一种思扯就是近些年 美国国内的建制派和战略界人士 对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 是极度不满 盟友之间 他们也有自己的冲动 面对中国的崛起 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他们也在假想 如果美国不在了 或者是如果美国在这个地方的承诺 或者是义务减少了 那他们怎么办 所以近些年 他们联合冲动是在增强 那第一集出最大的变化 按照他们的说法 那就是中国的海上崛起 即便中国不想挑战美国 就是因为中国的 英良增长本事和维权行动 就会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 所以这种情况 这种矛盾 短期内是很难解决的 不同的领导人 不同的政府改变的 只是竞争的样式 中美双方能够做的 就是让这个竞争可控 危机管控 这个双方是有共同语言 接受南海仲裁案的结果 这是肯定不行的 肯定不行的 另外说让你撤上导交的武器 你能做到吗 都做不到 中美在南海这个竞争 在短期内解决不了的 我们政策的组点是控制 危机管控会包括 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它大概就是有三类 第一类的就是 高层的沟通战略沟通 第二个层面 就是技术层面的 这个政策的互动 第三个层面 就是操作层面 需要一些规则 中美之间 有没有在海上 有一些共同的利益 实事求是的讲 如果在中国的近海以外 比如说西太平 北部印度洋 甚至全球南北极 全球海域 中美的这个 共同利益是很多的 理论上讲 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 美国国内有一种私扯 因为中国是一个 有全球野心的 地缘野心的国家 导致本来在很多领域 能合作的 比如说在印度洋 打海盗 防灾减灾 救援这些东西 这些合作 低敏感领域 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也比较困难 中国我觉得应该积极争取 关于全球的海上格局 您能够给我们 在全球和平竞赛的条件之下 我觉得未来海上的多极格局 是一个趋势 第一个 现在的海洋强国 除了美国之外 其他国家的能力 主要局限的周边地区 比如说北极对俄罗斯 北印度洋对印度 西太平洋对中国 这些国家除了这些区域 到别的地方 能力就非常非常弱了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无论中国军队怎么发展 投射的能力 它主要聚焦 还是聚焦在西太平洋 最多是北部印度洋 最集中的还是在我们的周边 我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 在全球到处部署 我们在外面的主要的利益 是经济利益 当然这个多极 美国还是最强的这一期 其他几个它的差距很大 但是美国要在全球 解决一些问题 恐怕也越来越困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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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